現在還下落不明的葉茂竹 她的妻子是在事發 當晚就已經趕到現場 就一直等到現在 都還沒有消息 但是葉太太並沒有放棄 今天早上再度有友人陪同 來到現場等待 那麼不像前兩天 情緒激動 痛哭失聲 葉太太在今天早上 看起來情緒已經是比較平靜了 但是她還是不說話 身旁的友人 只是不斷地拜託媒體 不要打擾她 那麼從事民俗療法的葉茂竹 是在二十五個下午 接到電話 趕到公司加班 但沒有想到就此一去不回 但是當牧師的葉太太 並不放棄 她還是每天都到現場 幫先生祈禱 希望能夠有奇蹟出現 但是也讓人覺得 相當的筆算